大家好,我是Alice 前几天在我的视频下面,我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留言 其实看我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我很喜欢自己说 我就是喜欢骚的一发,老子就是喜欢怎么骚怎么来 但是有多少人懂那种因为不想被别人说 所以干脆自己先自嘲的感觉 嗯,没错 这就是我在看到很多这样的评论之后产生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 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这一路所经历的 从自我厌恶到自我怀疑再到接受自己的改变 我就我面对这事心态啊,要是写一本书的话 那就是,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先问一问大家,不管是任何形式 网上还是现实,觉得自己受到过slotshaming 荡肤羞辱的请扣一,没有请扣二 刚才我讲的是网上的,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是不痛不痒 下面给大家来看一个我的朋友圈截图吧 这个是我现实中认识的人,当然现在已经不是好友了 那时候我都还没有开始做up主 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小小小小小小偷 穿上自己刚买的衣服,开开心心的拍了一张照片 传到朋友圈,我自己特别清楚 那件衣服还是我下了好久的决心买的 然后看到了这条留言 我在十年那期视频里说过啊 我从小就是在一个非常保守的家庭长大的 小时候我只要穿衣服稍微就露一点点肩 或者吊带了头,我妈都会跟我说 女孩子啊,你一定要自重,要自爱 因为在我妈眼里,穿的少等于不自爱等于不自重 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有同款骂骂啊 当时我发这张照片的时候 其实还有我刚开始从乖乖女放飞自我的时候 内心其实真的还是会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 所以当时我真的还为此难过 挣扎了那么一会儿会儿 是到底继续穿别人觉得好看的风格 还是开心心的穿我自己想穿但不敢穿的衣服 这就说到我想说的下一点 深美焦虑,深美焦虑,颜值焦虑,身材焦虑 觉得自己至少有一个的 请把扎心打在弹幕上 我不知道关注我的小伙伴都是因为什么 但我看留言的时候总结最多的就是 开朗,自信,积极,阳光 其实就一直让大家觉得我生来就这样 也挺好的,不是吗 但是我真的过不去我自己良心的这一关 其实看我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 我是整国容的,我也很坦然的面对这件事情 但其实这是我刚做B站时候录的视频了 我朋友就老问我说 你不说新关注你的关注根本就不会知道 你根本就非得要嘴这一句呢 因为我真的不想关注我的小女孩 觉得本来各种软件网红p图票 亲妈都不认识的世界里的人已经够完美了 前一周看了一篇关于网红p图对比的照片 我当然就想 真不怪现在小女孩看完网红明星静修图片 在家对镜子觉得自己哪哪都不够好 因为这就是曾经的我啊 我曾经就会对着电脑去量张子怡的三庭五眼 研究自己怎么化妆 怎么整容会像她一样 所以我真的不想再去假装 纯天然给关注我的小女孩 制造焦虑 再说压根我也没觉得这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 你们知道我当时给医生看的照片是谁的吗 Angela Baby 你们看我现在有一个脚趾头像Angela Baby吗 没有啊 因为不管怎么整都改变不了 我变不成另一个人的事实 我在青春期的时候啊曾经对自己态度可以说到了self high自我厌恶的程度 那时我看自己镜子就真的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我既然看了有妹子留言说羡慕我瘦啊 但我没有说过的是我曾经初中的时候靠催吐来减肥 这个事我真的没有跟现实中的朋友说过 你们知道催吐坏处就会经常饿 因为你的胃里没有东西 饿了你又反复吃 最后就发现成了只要我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暴饮暴湿 脾气变得非常非常不稳定 最重要的是对我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 我觉得直啊 因为那时候的我觉得瘦就等于美 但是到底什么是美 从古至今对于美的标准都是不断变化的 它可以被很多因素所左右 唐朝以风雨为美 宋朝以细腰小脚樱桃唇为美 在亚洲大家更喜欢白细的肤色 到了欧美大家又更欣赏小麦色 比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爱丽杏菜女士 发现了吗 人们总是想要自己没有的东西 甚至哪怕是在同样的时代 美的标准在不同国家之间都有差别 在黑泡文化和卡代山家族的推动下 这几年美国的主流深美开始靠近厚嘴唇 风雨肥腿的曲线身材 而在澳大利亚 主流深美则更倾向于金发小麦色中等身材的女性 十年前我上网冲浪的时候 美女还是和锥子脸高鼻梁联系在一起的 而现在则开始流行纯玉风没有攻击性的长相 记住这句话 如果你在网上输入你觉得好看的明星的名字加丑 你会惊讶地发现你眼里造物主的宠儿 居然也会有这么多人觉得它还不够好看 所以到底是谁在制造深美焦虑 在我高中时我曾经非常希望大家都喜欢我 所以我拼命把自己往我认为的主流深美上靠近 那就是白右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活在别人对我的评价之中 因为让自己迎合主流深美就是我获得安全感的方式 这种表现在心理学上呢有一个名词叫做依赖性自尊 有过这种情况小伙伴啊 请把弹幕打在扎心上 后来呢我开始做穿搭视频 我朋友建议我可以做一做提高审美项的干货视频 于是啊为了做功课我就去看了几期类似的视频 但是越看我内心的声音越告诉我 我来问一问大家 看完类似视频之后你们觉得你们真的学到东西的 请扣一 觉得更焦虑的 请扣二 如果你是第一种啊 恭喜你 我真的替你开心 但是我就是第二种 我发现看完这样的视频就让我更焦虑了你们知道吗 因为在很多这样的视频里面 淘宝和廉价划上的等号 设计师和高级划上的等号 在以他们为例的对比里 我居然常常觉得我更喜欢淘宝的图和款式 我甚至有时候怀疑我根本就不太做一个穿搭up主 还我就想难道 难道这真的是我的问题吗 你仔细想 不对啊 提高审美这个词你们难道不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吗 我一直都觉得审美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东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 我也从来不觉得审美有高低之分 我今儿会做连衣裙试穿啊 好多朋友都觉得我内心肯定是特别少女 特别爱美 嗯 这点他们倒是没错哈 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 我懒 我今天上班上觉得泪成狗穿衣服 我真的懒得像什么搭什么对配 连衣裙一套就有什么都不用讲 方便舒服还不会卡当 没错 就是这么简单 什么是最适合你的衣服 只要这个衣服穿上你觉得最舒服 最开心 最自信 那就是最适合你的 哪怕它是个麻袋 是个米老鼠 你觉得穿上它 我就是开心 就是舒坦 那你就穿它 Who cares 我就总有一个人要站出来告诉你年轻的小女孩 穿让你觉得穿上之后 你会最开心的衣服 而不是别人告诉你最高级的搭配 凭什么Kell Luffer 她说个好看的就是高级 我宋小宝第一个不服 你可以拿这些视频当做一个借鉴 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美的唯一标准 我朋友圈里有一个女孩 她是我高中同学的朋友 每次看到她照片 我都有一种特别强烈感觉 就是我真的好想跟她做朋友 她真的是太有趣了 我发现真正让一个人变得有魅力的是 她的性格 她真正的生命力 而不是她穿的衣服 我不是说在乎自己的形象不重要 而是要把自己喜欢的风格 拍在别人说好看的风格之前 如果你非常喜欢研究穿 那这个就是你的爱好 像我一样 做你想做的 穿你想穿的 坚持你自己喜欢的风格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It's totally fine 我想说的是 那些越研究怎么提高审美 越焦虑的美女 Just be yourself You will feel so much happier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 我最反对的一个观点 就是在很多如何提高衣品的视频里 经常说的 建立自己的风格 找到自己的风格 固定自己的风格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就是一个很拧巴 很百变的人 今天我想拉美 明天我想学院 后天我想复古 完全OK啊 哪怕今天在这里 有这么多小伙伴 喜欢看我的穿搭视频 但在曾经我也遇到过 跟我合作的造型师 跟我说 Alice啊 你穿的这个衣服太贵 就不够高 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改一点 我就可以嘻嘻哈哈的说 It's okay I'm a cheap person I'm just happy with what I'm wearing 不光是你生活中的任何事情 当你能非常坦然地 接受你内心的想法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比之前 开心太多了 这就说到 我想说的下一个点 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not giving a fuck 这是影响我很大的一个 Ted Talk 演讲 它里面就提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把你在意的事情 分成时间 精力 金钱 三个方面 而这三个东西呢 就组成了你的 fuck budget 当你发现 你能在意的东西 只有这么多的时候 你会把很多 不需要的东西 清理出去 但是这么做的重点 不上你变成一个 什么都不在乎 自私自利的混蛋 而是了解自己 真正想要什么 并且礼貌地拒绝 你自己不想要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 不畏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有负罪感 有多少小伙伴 每次在拒绝别人的时候 还会有负罪感的 请把 嗯啊 打在弹幕上 马洛斯提出过一个 需求层次理论 其中最高层的 就是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 是实现你自己的需求 完成你自己的理想 成为你自己 想成为的人 而不是别人的 我想问你 在看视频的小伙伴 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正在 或者已经完成了 自我实现的道路 当你开始意识到 自我实现的重要性的时候 你也就开始有了 表达自己的需求 和反驳别人的勇气 回到前面照片的问题啊 当我真的体会到 做自己的快乐之后 别人对我的评价 真的已经 不那么重要了 因为在我心里 我的感受 才是第一位的 这里不光是指 穿一服化妆 还有我整个人的性格 这是前几天 我的高中同学 给我发的微信 我发现 真正开始做自己之后 别人反而会更欣赏你 更尊重你 当然啊 总有那么一两个 冷嘲热讽的人 但是 who cares 记住一点 就是其实这样的人 他们根本不在乎 你便怎么样 他们只是想 从嘲讽你中 获取优越感而已 所以他们本身 就已经在你的 fuck budget之外了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 是self-love 很多人觉得 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是一种自私的行为 是利己主义的体现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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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句歌词 怎么出来的 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 开始 有多少人明明能活成主角 就非得把自己 活成个打酱油的 如果你自己都学不会 爱自己尊重自己的想法 你怎么能用你自己的光 去照亮别人 你怎么能影响你身边的人 变得更爱他们自己呢 所以如何爱自己 先想一想 现在你是不是 你想成为的自己 如果是的话 恭喜你 如果不是的话 想一想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 来打在弹幕上 或者如果你不知道 你想变成什么样的话 把你喜欢的名人 打在弹幕上 下次遇到事情的时候 不要想别人 希望你怎么做 学会say no 想一想你理想中的那个自己 或者你喜欢的名人 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做 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之后 你会发现你后悔的次数 明显减少了 而且你有了大法的时间 去尝试自己想做的东西 别人的评价 再也无法影响你了 因为你已经是男一女一了 OK 你什么时候见过主角 打掉油的指手画脚 最后啊 如果你看完这期视频 觉得这期视频 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用的话 把我是主角打在弹幕上 如果这期视频点赞过 五千我会做一期 关于降维打击的视频 让你成功避免被动PUA 拜拜